谁让你下山河我的事儿了 我替姐姐打抱不平 姐姐还不领情 我呀 把她说得哑口无言 你猜 她说了什么了 她还不是怕丹抗旨的罪名 那当然也是 可更有意思的是 她说保证对得起姐姐 一生为姐姐手劫 什么呀 乱七八糟的 她说不会碰那个同窗异梦的女人一下 这不是手劫是什么 她说的是真的 我去的家的时候 夫人进过高玉状去了 她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这门婚姻 哼 不是遭罪吗 那有什么办法 君命难为啊 姐 你想怎么办 我 木已成舟 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她有个主意 什么主意 快说 索性与武器绝私奔 我想过 且不说武器绝把顶带花铃看得重不重 我要真那么做了 那就害了爹爹了 皇上能放过他吗 放动自己的女儿私奔 带走的又是天子进尘 这是欺君之罪啊 是啊 父亲一枪壮志 还要去平顶台湾 也全落空了 这怎么办呢 真的是山丘水浮一乌路了 其实 姐灵还需既定人 叫武器绝铁了心 皇上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 那姐姐敢敢给她打打气啊 我那么奸啊 我才不要去呢 那我去说 诗伦 你在夏山河 我告诉爹爹去了 你说吧 那是吧 你知道 今年开薄秀鸿儒科吗 知道 臣还知道 皇上在体人阁考完他们后 带着吏部和汉林院的人 到霸州亲自跃卷 朝中很多人都说你是一介武夫 朕觉得不对 李光帝跟朕说过 你自入京以来 十几年苦读 无一日荒废 如今连二十一史都烂书于心了 他是在谬江城 也有鞭策之意 朕开薄秀鸿儒科 是为了广纳天下良才 不论是已有官职的 还是平民不一 只要是来应试有才干者 朕就为财适用 皇上厚德 一定会赶召天下贤士 来为皇上驱浅 如今朝廷正是求贤若渴之计 朕听说 你有两个出类拔萃的儿子 出类拔萃不敢说 只是学业上有所长进 不如这样 你带进宫来 让朕试试他们的才学如何呀 二儿子世伦可随教随到 长子是世宗却不能前来 为什么 回皇上 长子世宗和侄儿明良等七十余口家眷 陷入海贼之手 生死未谱 一点音讯都没有 真是不幸啊 他们刚献敌手时 世宗曾托人给臣捎来一封信 记得臣大闹法场时 向皇上揍过此事 朕不大记得了 说他已降贼 劝我三次 这信不是被你毁掉了吗 臣当时是 又急又气 毁了 皇上 臣始终觉得不可信 臣一心那封信是别人伪造的 为什么 回皇上 知子莫如父啊 臣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 世宗会负贼反叛 那笔迹虽像全子的手迹 可却又不像啊 你的义女阿曼 朕倒是个不可多得的才女啊 女儿无知 锋芒外露 一定 惹皇上生气了 你恰恰说反了 就连太皇太后老佛爷都夸她聪明 正因为她的善解仁义 消除了朕心里好多的遗愿 其中也包括对你的遗愿 侍郎 你是一个坦诚之人 朕非常高兴 如今朝中很少有人 能有你如此的勇气和胆量 敢在朕面前说实话 记得当初朕问过你 你一直主张平定台湾 是不是有报私仇的成分 你竟然毫不隐晦 你很诚实 朕欣赏你的这份诚实 朕今天的话有点多了 退下吧 谢皇上 公主 他就是施氏松 不知公主找我有何贵感 我不过是个囚徒而已 那我就先不陪你们了 你怎么还在这儿听啊 姚小姐可是来劝祥的 那我一会儿过来接她 施公子 请坐吧 公子有没有想过以退为进呢 怎么个退 又怎么个进法呢 当然是取得颜平王的信来了 置死地而后生 除非我卑躬屈膝地投降 为什么不可以这么做呢 若这么无耻 我早就归降了 我父亲岂会让施公子真的投降 让你和令尊蒙羞呢 这只不过是权益之计 权益之计 你的意思是蒋羞 对 一旦站稳脚跟 就在他们内部暗中活动 争取人心 届时让他们接受朝廷招案 如若成功 就可罢刀兵 不用流血 这可是千秋不义之功啊 这事情太大了 我得好好想想 那当然 你也不想想想想 权大人也真是的 舍得让自己心爱的女儿 吕逃渡海 这是多么凶险的差事啊 我父亲 为了招降颜平王的部下 便卖全部田产 设修莱馆 给来想者发赏银 这些能使你体会到 他平定台湾的志向了吧 太令人敬佩了 权小姐 你好像避前涨高了 是吗 又是你 宏许啊 你别没事就往京城跑 你还嫌给我添的麻烦少啊 小的给贝勒爷添麻烦 这就给您赔罪来了 上次你让我在皇上面前 碰得一鼻子灰 你赔一句罪就完了 小的知道大人有难处 这次我是来给您传喜讯来的 坐吧 这回你又想给我添什么麻烦哪 没麻烦绝对没麻烦 是喜讯是喜讯哪 说吧 我们冯大人非常敬仰贝勒爷 说台湾的前景还仰仗着贝勒爷 您不可呀 只要贝勒爷 能帮助台湾自帝乾坤 冯大人说了 年年进贡 岁岁来潮啊 年年进贡 岁岁来潮的藩鼠多着呢 不止你们台湾一个 冯大人进贡的可不是朝廷 是贝勒爷您哪 好大的胆子 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贝勒爷是台湾的福星啊 我们唯一指望的也是贝勒爷您哪 贝勒爷要不给我面子 那我 我 我就 贝勒爷要不给我面子 碎贡多少啊 十万 十万 笑话 那十五万 好 你看看 这是皇上传下来的折子 这都是侍郎几年来上奏的 说的都是你们台湾的事 你想不想看看 不敢不敢 不敢不敢 贝勒爷 台湾地下人少 岁入本来就不多 小的临来的时候 冯太人说 给贝勒爷的碎供 最多二十万 贝勒爷同意了 那就试试吧 小的谢过贝勒爷 贝勒爷 小的还有一桩喜事 什么喜事啊 贝勒爷 请过目 师师师总想了 这事真是假呀 千真万确 过些十日 他还要带兵去厦门 对抗朝廷呢 是 师郎不知天高地厚 他敢得罪于您 贝勒爷 这可是一把好刀子啊 正好捅了他的心窝子 好东西 好东西 叫他们吃饭 这 出来吧 吃饭了 一会儿公主过来看你们 公主 怎么 师师总 公主 这什么 这是人吃的饭吗 捡人猪食狗食吗 公主 这不怪我们 是上面吩咐的 你敢领嘴 我告诉你 从今天起 给他们换个地方住 公主 这不难为我们吗 什么难为不难为的 我说了算 你敢 不听我的话你 大哥 你有什么吩咐 尽管说 想他能做的 一定尽力 一定尽力 瞅着皇上高兴的时候过来说一声 我去尽见 好说 好说 管家 给你 大人 大人 不合适吧 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小小意思 不成敬意 那我就同命了 将来我还有事要麻烦公公呢 好说 好说 哎 我要扔了 你帮我看看 我能扔几丈远 哎 哎 怎么样 几丈远啊 你数没数啊 大概两三丈远 胡说八道 五六丈远都有了 你就是心不在焉 你怎么回事嘛 我冒着风险让你自由了 你不但不敢谢 整天连个笑脸都没有 哼 大丈夫一生一世 把剑功立业 却过着囚徒的日子 真是胜不如死 啊 蟹都湿了 我们回去吧 那我就让你湿得痛 这可是你让我走的 我这就向大海走去 你别这样 回来 你别 你别走好吗 我不让你走 我们回去吧 走 快回去 快走 快走 走 传赖塔大人信件 坐吧 谢皇上 施氏宗的册封书 怎么到了你手里了 启禀皇上 奴才曾多次主持招府之事 特地安排了眼线在严平王府 这是眼线偷出来的 皇上 施郎此人万万不可重用啊 你是断定师郎有二心了吗 他即便没错二心可他的儿子降了海贼 若是任用施郎 父子对阵 不堪设想啊 我苦心故意 匕首输斋七日 总算拿出了收复彭台的策略 可我欲将他丞相给皇上时 得到的答复却是知道了 当我将奏章成帝兵部时 得到的回答却是不必了 这叫什么事 令长公子失失踪是怎么回事啊 他怎么了 他在海匪的手里 据说已经投降了海贼 不可能 他是我施郎的儿子 我的儿子绝不会投降海贼 我信 可皇上不信哪 为了平定台湾 别说我一个儿子 就是把全家人的性命豁上 就是搭上我施郎的老命 我也不会后退半步 那又怎么样呢 皇上不信哪 好 如何 才能取信与皇上呢 不知道 我也无计可视 老兄啊 老兄啊 少安勿躁 我们相机行事 总会 有办法的 您的家庭 是 您的家庭 要人家庭 对 家庭 人家庭 都不得了 这家庭 你 都不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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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方才说重任还没有完成 其实是自寻苦恼 来 假如我根本就不想投降 你怎么办 又怎么个劲道呢 难道 在这台湾岛上待一辈子吗 那倒不会 他们不可能永远棄居台湾 台湾过不了多久 就会成为福建的一个府 我怎么会在这儿待上一辈子呢 况且我有预感 你就要接受我的劝告了 你也太自信了吧 我的自信来源于公子 什么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若是劝不动你 证明我看错人了 我连一个蠢人都没能识破 证明我自己也是一个蠢人 你是辫着法的骂人 我不屈膝就蠢吗 不识实物者 不会迂回用记者 自然是蠢人 你到如今还没有下决心吗 你能保证 我的名声不受损害吗 我说过了 我不能 可我父亲能 好 得请令尊大人出具两封砍 以封给家父 以免他骂我犹如门风 他在皇上和同僚面前 也抬得起头 写封信有什么难的 只怕不易张扬 若是你假祥的风声 传得满天下人之道 你还能活命吗 那倒也是 那就写封信 只要让家里人坦然 心里有底就可以了 别人怎么说 只好笑骂由他了 第二封信写给谁 写给我 给你 我天天在你身边 还有写信吗 不是让你写 是请令尊大人 给我写 写明我是假装投降 死即以理应外合 现在你手里不好吧 我父亲就是明证 何必留个字句呢 你还怕我父亲到时候不认账 害你被骂名吗 你别不爱听 是我语言冒犯 事实难料 我倒不担心令尊大人会落井下石 万一风银突变 他罢了官或不在人世了 谁为我证你了 你真可恨 竟然诅咒别人 罪过 罪过 我刚才不是先声明 是冒犯了 何况 这是假设而已 你的信可真够细的 想得也够周全的 好吧 我就替你向我父亲要这两封信 给你留个字句 立此存诏 明天 你就告诉海葵和坚果吧 最高兴的是海葵 他不用冒着风险袒护你了 这丫头是一团火 猎性子 上次她在坚果面前胆敢放我 朕为她捏了一把汗 落椒 鸭椒 等我片刻 我去送封信 是 你找谁啊 请问这是 吴侍卫吴大人的家吗 是的 你有事就跟我说吧 那我等一等 他在宫里当差的 什么时辰回来还是没准的 有事情跟我说是一样的 他欠我二百两银子 给你要 你给吗 那 等他回来再说吧 你进屋喝杯茶吧 不了不了 谢谢 讨债的人不讨人喜欢 ata 嵘 estrany 士人啊 来来来 里边坐 好 在这开什么啊 来来来 屋里坐 回来了 我让他进来 他就是不进来 士人 咱们去那边 嗯 有事吗 这是姐姐让我给你的 我得赶快走了 谢谢你 谢谢你 我得赶快走了 好 请留步 小官人 二百两银子不要你就走了 什么二百两银子啊 我问他有什么事找我就可以了 这个小鬼头啊 冲我要二百两银子 请留步 好走啊 好 夫人 我去叫老爷爸去吧 等等 你在这里 我去吧 哎 哎 过来 过来 你去把老爷叫过来吃饭 给我 我来拿 老爷 夫人让您吃饭呢 好 吃饭 张桂娥就等了 张桂娥就等了 好 好 来 吃饭 吃啊 自从成亲以来 也没见你这么高兴过 是不是碰上了什么大喜事啊 说出来也让我高兴高兴 没有啊 没有啊 我平时不都这样吗 是音是情都在你脸上写着呢 瞒不了人的 自从你见了方才来的那个小官人 就没开眼笑的 难不成是他倒着给你二百两银子啊 别开玩笑了 哪有的事啊 吃饭 好 那个小官人鬼鬼祟祟的 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那是我就是一个朋友的孩子 他父亲过五十大寿 请我过去喝几杯 他请你吃酒也是好事啊 用得着瞒我吗 那你怎么不去啊 你看 你有多谢了吧 我说没什么事就没什么事 行了 吃饭 吃什么饭啊 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啊 下去 是 是 你我上辣子 你 我上辣子 你 你 我上辣子 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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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桂鹅 我走了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把你死死地捆在我身上 又有什么用呢 你的心在别人那里 我要一个躯壳有何用呢 我恨过你 可如今不恨了 你心中有人 这是谁也无法把他赶走的 我走了 你不用找我 我走 我想到过死 可是我一死了失 会害了你 那就苟延残喘地活着吧 只要你不恨我这个 我曾经做过你夫人的人就行了 我希望你不要把我的事告诉皇上 时间久了 他会把我淡忘 这对你有好处 我一走 你就有希望了 我走开 有情人才会终成眷属 他跟我们的人一起走 我也不想了 我们想事已多 我们照顾你 在25年里 大人 我们都好 他姐夫人 是 他 兔子 我不想 我 她也没什么过错呀 那我有什么过错吗 你还记得上次 我们最后一次见你 你当时说的那话 真是绝情啊 我还以为 你再也不会理我了呢 这是最后一次 我要不是有话对你说 今生今世都不会再见你的 我知道 都是我的不对 若是当初我 胆大一点 向皇上提出我心中有人 也许结果就不是 今天如此的结局 无论你如何恨我 我都能理解 我已经发过誓了 我会用一生来等你 你这是什么话 你已经是有家事的人了 而且是明媒正趣 无论如何也甩不掉 那遇刺夫人 这是常桂娥留给我的 留给我的 这个常桂娥心地善良 我开始同情她了 是啊 她在的时候 我多看她一眼 有时都觉得厌烦 可她这么一走 我心里倒是酸酸的 反而觉得她挺可怜 我还觉得挺对不住她的 我还觉得挺对不住她的 你此时后悔还来得及 派些人马把她找回来 破镜重圆 你不就对得起她了 如若我能做到这一点 又何必当初不接受她呢 这些你应该明白 她能跑到哪儿去呢 她在卿城有亲戚吗 她曾告诉我 她是蒙古人 父亲因战功被追封过清车都尉 在卿城里 没有什么亲戚 万一她有什么好歹 我就更加对不住她了 我想她一定会躲到空门去的 空门 这京城城里城外 暗唐妙语何之百作 我可如何去找她呢 那就要看你是不是心诚了 我当然是诚心诚意 一定要找到她 我只想跟她说一句 我对不住她 我若是她 你说对不起不行 还要恭恭敬敬地 把我迎回去 都到了这个时候 你何必还说这话 我师父 你能回来 我ijk一Tube 我回来 我去小兹